也宣布敞开国门的要来看到是中国 现在他们一再宣称说疫情已经获得控制 甚至中国当局呢 他们还公布了数字显示了 不管是住院的重症数还是死亡人数 都已经比高峰期降低了九成左右 也因此呢 昨天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他就进一步表示了 希望可以推动这两岸的航线 恢复正常运转 同时他也建议呢 说包括是广州在内的16个航点 就可以考虑优先来恢复 朱凤莲他也对台湾人喊话了 说现在可以安心的去中国工作 创业以及生活 我对此呢陆委会回应了 说会再跟民航局做进一步了解 台上致辞重申两岸关系 总统蔡英文出席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 回为三年海基会终于复办 就这么巧大陆国台办在这时 抛出恢复两岸航线 正常云印的建议 声称已经透过海峡两岸空日协议 向台湾民航主管机关 提出恢复16个直航航点意见 不过民航局表示还在讨论中 陆委会主委邱太三更直接点出这条件 东方如果能够把各项的资讯能够这个更加的这个明确的话 我想这会有助于在做这样的一个考量上的担忧 相互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合作跟对话 那我想对于区域安全战友有帮助 疫情输解了以后应该是要尖尖恢复的 要恢复两岸航点台商当然拍手就好 因为疫情爆发前两岸客户用航点曾多达71个 我方10个 陆方61个 目前只剩下北京 上海 厦门 成都四个直航航点 如果说能够尽快的增加航点的话 这样可以节省了台商台胞的周车跋涉之苦 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也会让两岸的这个交流更有效率 广东 江苏还有山东 这几个地方希望能够紧速的开放 两岸停烧的火热是逢新内阁上任 却不见刚接任海继会董事长的李大为 原来碍于内部作业流程 李大为首秀没办法赶上 倒是许任的经济部长王美华 看好两岸经济复苏 在中国这样解封之后 快速过封之后 可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一季的情形 会比较了解整个局势 随着两岸逐步开放管道 小山偷看航点增设 也有望因为疫情趋缓再度恢复 在林俊廷 陈欣盈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